本节目由长安福特瑞界独家冠名播出 向左 还是向右 快一点 还是慢一点 我们都要选择 每天 每刻 一生 有时身不由己 有时孤立无援 但所有的 你必须面对 我不想欸 去 他 我 然后是刚录完街舞 然后反正也是凌晨了 然后又就是坐车去香山 然后那天戏还 因为那天之前发的通告 我看的是0.2 0.3 就是比较少的 然后后来一发个新的通告 然后就一点多一点多 而且是好几场好几场 我就崩溃了我就受不了了 我当时反正就是躺在车后面 在那个座位那躺着 然后当时天窗是打开来的 然后反正那个光就会照下来 然后当时就就好像说 哇今天要不管这么多 我不拍戏就是多好 就会这么想 就好像是那种 一层一层的工作 就是堆起来的时候 中间好像有个小溪缝 让你呼吸一下 这种感觉 想透出去一口气 是那种感觉 对 会有 就是会想说 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不想做了 但是 这种念头一出来 然后后面 就是顺带牵着的就是 就是那么多份爱呢 就是肯定不可能 不算小孩了吧 外向成人 正好在这个点上 是吧 作为一个孩子的明星 和作为一个成人的 走这条道路的一个明星 或者一个艺人吧 就是 就是 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预计将是我 职业生涯以来 首次在后半夜采访 每次录节目都特别晚 从下午开始录了 对 基本都是这样 因为拍戏那边也都是夜戏 然后也都到很晚很晚 录的最晚的一次 录到早上八点 啊 对 也是从下午开始 天呐 那人的精神受得了吗 所以那次 就是我们四个队长受不了 然后一百个选手也受不了 你想时候会想到 就特别小的时候 会想到以后是 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角色吗 不会 完全不会 我们家就是职工家庭嘛 然后我想象的就是以后 每个月拿三四千四五千的工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还挺具体 对 我小时候就这么想的 那小时候比如说我要当厨师 我要当科学家 你那会想当什么 有想过警察 然后后来就想当老师 对 没想到 没想到 就是因为我觉得挺奇妙的一种感觉 就是人其实十三岁到十八岁 你就真正产生自我认知的四到五年 是吧 对 然后你是在那么多人的就是目光之下 一年一年长大了 现在就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上 就是从一个孩子到一个大人之间的那个节点 十三四岁那会可以算是那种被选择 他们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给你的蛮好的路 然后你在上面走就可以了 所以十七八岁就会开始找我想要什么 也是会想象另外一种生活 就是不在这个大圈子里面之外的一种生活 真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自己对未来的设计不一定一定是在这个这个道路上的 不一定 一下子就被放在了一个如此巨大的栋梦下 几乎没有过程你们就红头半边天 那个时候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吗 会肯定会有 因为我其实从小因为性格很就是很慢热 然后就是不太会喜欢把自己放到我中心 那你看你刚出道的时候那个视频是什么感觉 青涩 就觉得当时就是傻不愣愣的 当时出道的意义对我来说并不大 就是录几首歌拍几个MV 然后就出道了 然后其实也没有想象到自己会 成为这么多人的目光的中心 目光的追求要点 那那个时候会经常有人提醒你说 再活跃一点 会 就是刚见到这个角色跟这个环境里面 会不太适应去表演 因为我其实本身 我不是一个表演欲特别强的人 就私下我也不是那种会特别爱演 然后特别做做 这么一个人 所以表演起来的话我很辛苦 就大家会就可能会给你东西 那你一会怎么做怎么做 你也稍微演一下 就反正挺不适应 所以就这种这种大明星这种感觉 我是没有特别认真特别在意的去体会它 反正我是就是我是怎么样 我就我就还是做什么样 实际上这四年里 确实是大量的时间是在镜头下的是吧 对 那你怎么去去适应这些 走到外面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自由吗 普通人的那种自由 嗯 就是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的环境 就是已经练就了那种第六感 就是可能走到路上哪个人对你的眼神 可能稍微有一点认出来或者怎么样 你会有这个冰就有那一丝感觉 你会你会故意去躲它 然后呢 一般场合里面年轻人多的地方 反正我们会是比较比较注意少许的 我跟朋友就是遇到人认出来 然后我们我们会数三二一我们就跑 就很刺激的很好玩 如果突然给你一天 就是这天什么事都没有 你会马上去做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有有过这么几次情况 然后 反正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反正不知道 想象的太多了 我会我会就是上午 就是就 就待在自己房间里面 然后实在是无聊的时候 我会去搜 然后附近有哪那种公园特别好玩 然后就能趴到山顶能看北京 就就这种我会去搜这种地方 然后回去吗 那我不会 先搜一下 脑海里去一下 派你脑子里那个小人去一下 那个时候 是不是慢慢的你去到那个校园里 也也没法享受一个普通学生的那个正常的生活吧 其实高一之后回学校 要么就是给学校表演个节目 然后或者是给学校做个小演讲稿 然后就演讲一下 就是学习是没有在学校在学习过 然后就没在教室里上过课 对高一高二高三就没有 没有 一旦你初中的时候最后一次去学校 你还记得吗 就作为一个正常的学生上学 我现在回想初中我想的都是 每一次跟老师开好假条 然后被书包从教室里跑出去 然后给保安 其实会当时会觉得特别欢快 我们学校是必须开起哪条才能出去的 当时会觉得出去工作很新奇 哦 那时候你刚刚那个 有这拥有这种 就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那种生活 是吧 就会觉得很好玩 而且对而且出去拍摄啊 然后也都是很新奇的东西 会觉得很不一样 你就能回不去了 所以现在我会特别期待大学生活 少一些工作 然后就能真的会学习一些 对但是到了大学会不会 因为你们真的是就是太火了 就是到了大学会不会也有那种 不能够走出校园的那种可能性呢 会有吗 应该会有 但是肯定是不希望的 嗯 对 你不希望这样啊 对 福特 静无止境 三 二 一 快 好像你说了一句话 就是觉得以前你做什么事情 别人都觉得做得很好 那是因为他们把你当小孩子看 然后现在在这个时刻你是觉得 你好像你对自我的这种要求 就是变得更高了 因为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不能说因为这个小孩 这么做都已经不错了 对 这是你感觉到一个特别真实的压力 是吗 对 所以反正你慢慢慢慢成长 你必须拿自己视力去说话 但这个会上 你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紧迫感 和压力是吗 我是 比如做很小的工作的时候 我会 就每次做完之后 我自己心里会 就是我自己心里会 自己有那个声音 那会让你自己低落吗 会 会 对 但是 这种低落就会 每一次你低落完之后 再去看作品 然后 你会觉得 嗯 还不错 就会比自己想象的要好 习惯性悲观反而好一点 对 但是别人说 特别好了 你并不相信 不相信 别人安慰不了你 不 安慰不了 因为每一次别人说什么 我都会就是还好 还好 还好就是还还不够好 还不够好 完美主义者 但完美主义者是非常辛苦的 嗯 就是你永远会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 是吗 会 你有什么危及自己的独特的办法吗 嗯 深呼吸 就是深呼吸 有的时候会气特别大的时候 你深呼吸不管用 就是深呼吸完的时候 心里还是特别痒 嗯 就这个气还是出不去 就是再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 你是很难发脾气的吗 我 我是 特别难特别少 就不是那种 大发雷霆那种 啊 吼的那种 不是 就比较低声 比较严肃的那种 嗯 但是那你怎么排解自己呢 这样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其实会忍一些事 小时候会 因为 就自己在房间里面 比如说 就打枕头 因为枕头是那种 特别能让你泄气的东西 对 就你打上去的时候 就软一些 你会哭吗 嗯 会 也会哭 每一次 录街舞的时候 就每一次都会走那么几个人 然后 然后 就每次走人的时候 那些选手会把自己 特别特别心里的话说出来 然后这种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 跟他们之间是 好像特别 心中深处的这种交流 对 就是你好像能体会到他们最近体会的那些难处啊 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酸 就感觉你在这个 节目里面好像就是 决定了人家的 所谓生死啊 然后就是 留下或者去 就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你有比你的年龄更 更多的那种成人的东西 成熟的东西 你喜欢这种长大的感觉 还是 你当个小孩子的感觉 也不是喜欢长大的感觉 我是 我是特别喜欢 这种变化的感觉 对 因为 反正对于我来说 不管是变化变好 因为我觉得 有变化 我是觉得很新奇的 你觉得你这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 我会觉得我自己变得 就是更自我 更自我认知 就是更明显 对 会庆祝我 之后想要什么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是会对未来要特别多想象 你觉得这种探索自己的过程 痛苦吗 还是很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挺快乐的 嗯 对因为 你会在 现在这种 就是非常忙碌 然后 就是 这种生活里面 你能找到 自己感觉特别舒服 就另外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 很幸福 对因为 我其实 有身边 就是 就是 也是这方面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会觉得 就是想找 就是 找不到 然后你发现其实 还有一样东西 能让你特别 特别激动 我会 特别珍贵它 其实我对雕塑的小兴趣 就是某一天看一个视频 嗯 然后我看一个 就是 已逝的 已经逝去的一个艺术家 嗯 然后去捏他那个小东西 其实就 这么大一个小小脸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 就是 就是 莫名其妙就吸引着我 嗯 我会觉得 就那一瞬间 我会想到自己以后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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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你从13岁开始的时候 就是 大家看起来 似乎你已经选择了一个人生 嗯 但是其实你到十七八岁又在想 这是不是我的人生 这是不是我要的人生 这样好一点 嗯 谢谢 我记得你说 这首歌里的歌词 特别符合你十六到十七岁的心景 就是副歌最后 那两句重复的 unpredictable 嗯 昨天录街舞的时候 有一个 特别厉害的芭蕾舞老师 也在台上 嗯 然后他说 他觉得 舞台特别美好 嗯 就是因为 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嗯 就哪怕你在下面排练一百多次 就可能在台上这一次也是会失误 所以你会觉得 下一秒这个位置会 特别 向往特别美好 会特别吸引你 嗯 哪怕这个位置里 也有可能 因为既有变化 就是你刚才说的 有可能变得很好 也有可能变得没有现在好 这个 如果 没有 变得像现在这样好的话 你会担心吗 如果是现在的我看来 我倒是不太会担心 嗯 因为 可能前段时间 我会一直特别去找 自己真的喜欢什么 嗯 就是自己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 我特别自如 我在这里面会 好像看到 真的适合我的东西 嗯 所以我在 我在找 然后 如果可能以后 状况没有 现在 这么理想的话 可能 可能我就会去做 我自己更喜欢的事情 找到了吗 其实我是 嗯 找到了个头 找到了个小点头 能说吗 嗯 嗯 我是希望能 行为 就是 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更好之后 我再 再说 再公布 哦 秘密 嗯 你有没有想过 真的让你重新来过一次 也是在十几八岁才去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这个人生吗 嗯 如果是 现在的我才去选择 嗯 我可能会选择别的 我现在 这个人生我已经经历过了 哦 我可以选择一个 另外一个我想去经历的人生去 试一试 嗯 但可能十三岁 的人生也就是上学了 你理想中最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最完美一天 就作为整个人生来讲 你理想的最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就是那种 特别悠闲 嗯 就是 然后 就待在家里面 然后 跟家人吃饭 嗯 然后 吃完饭之后 没事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一段时间 一轮番的工作 工作完然后之后 突然回到家工作一天 然后 就是在 上午就睡懒觉 好没能睡一个那个懒觉 然后我妈在外面叫我 就是吃饭啊 吃中饭 就一遍遍叫我 我会觉得 好幸福 就反正类似这种笑 蒙蒙隆隆的时候 对对对 妈妈的那个声音 然后意识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 对 而不是酒店的床上 对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最大的愿望 希望 我能 不让我 自己失望 对 难吗 我 我会觉得不太难 对 因为那是你想要的 是吧 嗯 因为真的自己 不仅是一个偶像 好 谢谢 谢谢